Hello 大家好 我是金妮 愛吃鍋 終於有空了 跟大家聊一聊 剛剛有收到一條評論說 我蠢 行 您說的對 您說的都對 好不好 前前幾條影片有收到一個粉絲留言問我說 老江那邊真實是什麼樣子的 是不是真的有如Youtuber上面說的一樣 就是經濟大衰退 然後中國的人 然後日子過得水深火熱呢 在我沒有回大陸之前 我覺得 是真的 但是我過年回去之後發現 我覺得他們過得都比我好 為什麼呢 我們大概在一起親戚見面 那當然就會聊一聊 你最近在做什麼 對 你薪水多少 台灣薪資多少 然後大家就是消費水平怎麼樣 大家都會聊這個 那我聊到幾乎都是 他們都有買房了 我沒買房 他們都買車了 我沒買車 然後他們的薪資 像我表妹吧 他們薪資在 就是做電商的 一個月薪水的話 差不多6000多 然後呢 加個班幹嘛的話 有的時候8000多 那我朋友 像我這個年紀的 那她是會計的 差不多一個月就是8000多 在浙江那邊 像我媽 我媽薪水比較低了 她是做什麼的 她是做那個電子的 電子工廠 做模具的 差不多薪水 45000 5、6000 加個班就5、6000 那邊她那邊薪水低 因為是在鄉鎮上 所以她的消費水平的話 也稍微低一點 租房的話也比較便宜一點 所以她薪水比較低 那我爸的話 她差不多也是 6、7000塊錢一個月 加班 不加班的話就是5、6000 所以兩個人如果說 自己有種一些菜 然後呢 又再繼續上個班 晚上再加個班呢 那差不多就是 一個月就差不多1萬多吧 那今年的話 確實是 出口大不如前了 他們現在加班變少了 包括這一次 五一平時有些時候 他們就是放一天兩天的 那今年五一 他們放了三天假 沒搬家了 所以呢 現在在外面打工呢 其實 嗯 相對來講 薪資不高 如果說加上租房 再加上吃喝的話 其實最後剩下的錢 並沒有多少 那 我老家好了 老家現在種那個雷竹筍嘛 那雷竹筍的話 他現在 在家裡面 家家戶戶都搶著 種雷竹筍 為什麼呢 因為 雷竹筍賺錢呀 對 自家有地 然後把它全部都開墾出來 種筍子 那筍子一斤差不多賣到 兩塊錢人民幣 一斤 這樣子就 專門你 你只要 漲了它就會有人來收 聽他們這樣講的話 一年差不多有五六十萬 然後有些種的多的話就不說了 那如果你種的少的話 一年有個一二十萬 對 然後又是在家裡面 開銷稍微低一點 有吃有喝 所以呢 感覺好像農圈裡的日子更好過一點 反而在外面打工的 就是 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很多 我發現說 包括在抖音上面的 很多的博主啊 幹嘛的 他們都已經從城市 來到了農村 我覺得 在農村裡面做一些事也挺好的 那我當然看我這邊不準的 因為中國真的很大 那像我的朋友 他最近不是回山東了嗎 然後又回來了 然後他跟我說 不回去不知道 又回去嚇一跳 真的 家裡面標配就是 房 車 都有 大家都有 然後他說 他在這邊就真的是沒房沒車 還每天在這邊上班幹活 對 可是 對啊 大家都在說 中國經濟衰退 百姓日子過得不好 那他們哪有錢買房買車啊 最近 我 我的弟媳他在上海 然後呢 跟我們說 他說要不要衣服 然後他去排那個免費的衣服 一件銅裝 那個防曬 應該說一件銅裝 他就是排汗 排汗商 356人民幣 一件排汗商 免費零 限量的 100名嘛 前100名就能領到衣服 免費零 然後呢 重點不是這個 重點是一件排汗商 356 小孩子的 兒童的 一件排汗商 又不是什麼 國際品牌之類的 國產的 國產的 交到這麼高 所以你知道 現在大家消費水平有多高 所以在一個薪水不是那麼高 然後消費水平又那麼高 然後的情況下 還能買房買車 這到底是 這到底是 過得好還是不好呢 我不知道耶 你不解啊 他為什麼說 粉絲留言說我蠢呢 好 他是這麼說的 他說 私業潮來臨 兩億多人都躺平了 我還跑去那邊吃炒烤 說我腦袋有動 對 有夠蠢的 中國經濟真的有那麼 說的那麼慘嗎 我是真的無感耶 我的朋友圈裡面 大家都是在 在吃菜喝 真的 大家都是 五一的時候都去幹嘛了 去四川玩了 去湖南玩了 去南京玩了 對 都去玩了 那像我弟他們 他們也從上海跑到安徽去玩了 大家真的過得不好嗎 還是在只有 還是在臺灣 大家都過得很好 我也不知道 我該相信哪一邊 我好蠢 真的很蠢 那像我有個親戚 他就是 長疾的 他躺在床上 然後呢 我媽最近跟我說 他 你不要看他躺在床上 他沒有勞動能力 你給他發紅包 其實不用呢 他其實是有錢的 因為政府每一年都會給他 差不多 三到四萬的人民幣 對 所以他是有錢的 也就是台幣 就是差不多 十五到二十萬之間 對 所以說政府是有做事情的 對 特別是對那些低收入戶 對 貧困戶 我們那邊叫貧困戶 那貧困戶像一些年紀大的話 他們也是有錢可以領的 都是有得領的 但是呢 有些地方 他領的名額是內定的 有些地方他是那個的 然後包括我外婆 他因為年紀大了 然後看醫生 其實他只要你不要出我們 出我們的縣城去看病 他住院的話 其實 如果你看一百塊的話 他是可以 他是你只需要出十塊錢 你看一千塊的話 只需要出一百塊錢 很多很多的福利 是我原先並不知道的 我今天跟大家說這些 不是我要去說什麼 其實我只是想要把事實 呈現給大家 事實上我所遇到的 我看到的就是這個樣子的 我不知道到底哪邊生活過得好 但是我覺得 不管哪邊生活過得好 只要自己努力就行了吧 所以呢 當我過年的時候 有親戚看到我回去 他說你多久沒回來了 我說我五年沒回來了 他說想家吧 我在想家 他說後悔嗎 後悔嗎 後悔嫁去台灣嗎 後悔家裡面 現在大家都有車有房了 然後大家薪水都 都挺好的 而且 福利也都很好 你後悔嫁去台灣嗎 後不後悔 後不後悔 然後呢 我聽到我就 呃 有點呆了 然後我說怎樣 你是要怎樣 問我這個是要幹嘛 你要重新給我介紹一個 然後呢我旁邊的姊姊就說了 她說 你有病啊 現在問人家後不後悔 叫都叫過去了都有小孩了 問這種話有意思嗎 沒意思啊 就不應該問這種問題 對問我後悔嗎 其實我覺得有什麼好後悔的 對 這是我自己選擇的 沒什麼好後悔的 對 而且我過得也不差 公他 對 負責任 然後呢 對小孩對我也很好 然後小孩子也是很乖 很乖巧 然後呢有自己的事業 在這邊努力打拼 對 不愁喝不愁吃 為什麼要後悔呢 我覺得人不就是這樣子嗎 對 要學會自主常樂嘛 對不對 你要說跟有錢的人比 那確實有錢的 那我朋友他們很多在辦廠的 那確實他們賺的挺多的 然後又買房又買車 然後呢 房子好幾套 那 也有過得辛苦的 就是一個月就是幾千塊錢 然後又要養小孩 對 所以呢 這個沒有什麼好後悔不後悔的啊 我不後悔啊 對 這個不用去講的 然後也有粉絲說 我 呃 那個 立場改了 其實我的立場一直都沒有變啊 我只是想要把真實的 我所知道的東西跟大家分享啊 也並沒有偏袒或哪一方 對 因為兩邊都是我的家啊 對 所以沒有什麼好偏袒的 就是 我所知道的 跟大家分享分享 對 畢竟中國真的非常大 我們看到的跟看不到的 真的啊 到粉絲一下 真的啊 贏了嗎 輸了 輸了 差一點就贏了 差一點就贏了 又是差一點就贏了 好啦 我們叫寶貝回來了 對 所以呢 所以我覺得網路 網路上的影片 大家要自己去分辨啊 自己去學會分辨 到底好不好 其實我們自己 把自己的日子過好就行了 沒必要去比 對 嗯 不需要去比較啊 對 把自己日子過好就行了 對不對 嗯 你會羨慕有錢的父母嗎 不會 因為 哇 對 雖然說我姐他們啊 賺的都非常多比我多 然後呢 小孩子也都把他送到私立學校裡面去 一年的話 一個學期的話差不多也要四萬多人民幣 對 一年的話就差不多十萬多人民幣了 嗯 你說大陸經濟不好 那這個錢要怎麼出來 賺嗎 對啊 人家既然敢送去 那當然是賺的到啊 賺到才敢送啊 不要去比啊 沒什麼好比的 嗯 就過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然後我跟大家分享的都是我自己所看到的 嗯 然後呢 加來海外也沒有什麼好後悔的 哪怕是中國真的很有錢 很厲害 家家戶戶都 有車有房 薪資多少多少 其實 有什麼好後悔的 對 嗯 也不羨慕 我沒什麼好羨慕的 對 我沒什麼好羨慕的 對 好的 走了 好 那今天影片到這裡就結束了 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大概就是這些了 我們最近都在忙著羽球比賽 這個就剛剛打羽球打比賽回來 又輸了 所以呢 繼續努力吧 但是我有領獎啊 你有領獎嗎 有 今年今天有喔 嗯 那行 那今天有 第幾名 二或三名 第二或第三名喔 對 那不錯耶 好啦 那今天影片到這裡就結束啦 跟大家再見 拜拜 拜拜 你後悔嗎 我後悔 你有什麼好後悔的 哈哈哈哈 嗯 嗯嗯 覺得我笨不笨 蠻笨的 行啦 我挺笨的 啊